六个符号 一二三加四 希望能够作为大家学英文的步骤一 帮助大家不要花大钱不要学很久 把英文的听说读写都能学好 更精彩的是保证学生能够考好 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个保证送分题 这就是动名词 担任我们的一的角色的时候 这个动词的考题一定会答对 现在我们来看这两个句子的差别 一二三 Novels 各位看到novel叫小说 它加了s 我们一下就想到它是个负数的主词 所以动词也是负数 就用r 小说是是interesting是有趣的 所以这里要用负数的r 但是各位请看 Reading novels novels 还是一样小说的负数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 它多了一个reading reading novels 在英文就跟novels不一样了 novels是说真正的这种小说 一本一本的 而reading novels 叫动名词 表达一个状态 看小说 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是一个动名词 动名词永远是单数 所以我们认为动名词是一种单数主词 它的动词呢 就会选单数的动词 比如说is does does has 动词加s 或者是动词加yes 那这个答案一定是yes 很多人就觉得非常的奇怪 包括个人 以前就觉得非常奇怪 这明明是负数 怎么会用yes 而不是用are呢 这个观念 有了123加4 立刻能解决 各位 这叫做1 这也叫做1 所以主词事实上有很多种 有长有短 当我们有这种基本概念 我们说英文叫123加4 它是一小节一小节的组合 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 所以这两个句子虽然字数不同 但是都是标准的123 123 那么你现在看到的reading novels 它是一个新的一个字 它叫做读小说这个情况 它是一个动名词 是一个单数 它跟小说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再说一遍 小说是具体的一本一本的书 而读小说 这只是一种情况 一种状态 所以它是一个单数 所以我们就要选意思 那么有了这样的概念 只要将来出现的是动名词当主词 那就叫做保证送分题 我们看这个例题 reading travel books 这叫做一 中间的空白选项选二 所以读这些旅游的书 是我的hobby 是我的嗜好 后面再带个四 补充一下 when I am free 当我是自由的 不用做事了 from work 下班之后的时间 我就会看看旅游的书 各位请看这四个答案 一看就知道答案 为什么 这个berg 在英文根本不是动词 这叫动名词 它是放在e的位置 这个to be 也是一个放在e的位置 叫做不定词 总而言之 在这四个答案当中 这两个根本不要看 真正有可能的就是 负数的r 或者是单数的ease 刚才已经说过了 动名词 我不管你有几个字 它都叫做动名词 它跟books没有关系 它只是一个阅读旅游书的一个情况 所以它永远是单数 这个答案选ease 我们把ease要放到这里来 重新念诵一遍 记忆整个句子将更深刻 感觉更好 reading travel books is my hobby when I am free from work 各位再请看这第二题 helping classmates 字不一样了 但是道理还是一样 这是一个动名词当主词 甚至将来你看不懂 都没有关系 但是它的长相 你一定看得懂 帮助同学呢 后面考动词 是我的一种荣幸 是一种光彩 pleasure when I can help 当我能够帮助的时候 我能够帮助我的同学 这是一种我的荣幸 各位一样的道理 a跟d 根本不要选 那要选b 还是选c呢 我们要选的是c 因为has才是单数 has been 在因为叫做 现在完成是 叫做一直是 所以helping classmates 帮助同学啊 一直都是我的荣幸 当我能够帮忙的时候 最后我们再看这第三个例子 overcoming all obstacles 这个主词 不管你看得懂 它是什么意思 还是看不懂 它都叫做动名词当主词 所以这个答案选的是 意思 我们就先答对了 尽管我们是猜对的 但是我们猜呢 是根据它的文法架构来猜 不是乱猜的 那么现在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 不要是用猜的 而是你真正完全理解 overcoming all obstacles 这个obstacles 是有点困难 所以我们在准备 这一题的时候 尽管我们答案选对了 选了意思 我们同时可以把其他的单词 顺便学一下 这个字叫做obstacles 就叫做困难 困难就是这个字 克服所有的困难 这个动名词就是 这样子是一个副词 翻译成旧的意思 就是什么呢 what we ought to do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out to 大家看起来比较陌生 其实就是should 是一个主动词的意思 应该what we should do 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和在一起 大家再看一次 overcoming all obstacles 克服所有的困难 is just 就是呢 what we ought to do 利用六个符号英文法 从一个不同的方向 一个简单的思考来学习 先懂了 然后听我们这样一题一题 分析的讲解 不但呢 你可以做对这一题 顺便把其他东西 一起多学一点 准备一题得到三题的效果 你想想看 你的考试会不好吗 当然会进步的很快了 所以我们说三个月 我们可以提高30%成绩 并不是乱扯的 的确是如此的 好了 那么详细更多的学习呢 就请各位参考 我们各级的考试的 寒寿课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